- 好喝嗎? - 好喝嗎? - 不錯啊 - 不錯啊 - 你真的不懂喝茶欸 - 你真的喝這種便利商店的茶 - 不然呢? - 好喝的點在哪裡? - 你不懂啊? - 你才不懂吧? - 我帶你去找一位茶藝業的老師 - 嗨 大家好 - 我是百草茶空間的茶藝師恩惟 - 嗨 - 嗨 - 老師我想請問一下茶藝是什麼 - 茶藝如果給它一個定義的話 - 這是以茶為本質 - 透過藝術的形式 - 結式的過程 - 作用在茶堂 - 其實要泡好一杯茶很簡單 - 我們只要記得七個步驟 - 我們稱為茶之七式 - 第一是試茶 - 就是先認識茶葉的特性 - 第二是擇氣 - 因茶擇氣 - 我們就可以選擇適合的主泡氣 - 第三是控溫 - 控制水的溫度 - 第四是啄量 - 斟酌茶量 - 第五是全食 - 就是我們浸泡的時間 - 那第六是儀櫃 - 就是儀式跟規矩 - 就是我們的溫 - 制 - 助縫 - 那第七是心形 - 敬 - 環 - 品 - 那請老師幫我們示範一下泡茶的過程 - 厚世的樹 - 常減 - 薪 - 薪 - 薪 -薪 - 薪 -薪 - 生 -薪 -薪 - 薪 -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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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不能拿牌下面有點燙耶 不是 對 放回去 它的茶是什麼茶嗎 烏龍茶 答對了這個是洞底烏龍茶 那洞底烏龍它是屬於中發酵 然後中到中備火的茶品 所以它喝起來呢 它比較回甘 然後喉韻也蠻好的 然後聞起來會有一點烘焙的香氣 然後如果在比較寒冷的冬天啊 或是最近這兩天比較起風了嘛 對就是很適合喝洞底烏龍 因為它有備火 所以其實是很暖身的茶品 那這支茶呢 它其實是由我爸爸自己烘焙的 因為我爸爸呢 他是一位有30年烘焙經驗的老師 對所以在百草的茶品系列裡面 有一個系列叫 阿爸的手錄茶 對就是由我爸爸親自烘焙的茶品 我就會把它收錄在這個系列裡面 像我們之前有一支茶 它是洞底烏龍茶 然後它產生一股蜜香 但其實正確上來說 那個不是因為著眼而產生的蜜香 它是因為烘焙而轉化出來的甜香 只是就是跟那種蜜香的香氣很類似這樣子 對所以就是透過烘焙 其實茶葉會產生更不一樣的風味還有滋味 那你當初為什麼會是選擇自己開了一間茶衣教室 而不是替成你爸爸的茶行 因為我覺得傳統茶行有傳統的美好 然後我想要以更接近就是新一代的方式 來讓大家認識茶 所以我選擇自己額外再創立一個品牌 那我們在喝茶的時候有推薦什麼樣的時間 或是季節有適合的茶品嗎 譬如說春夏來講的話 因為天氣開始比較炎熱 所以我覺得可以喝一些不發酵 或者是輕發酵的濾茶 以及部分發酵茶 它可以讓我們覺得比較清爽然後清涼一點 那到了秋天跟冬天 因為天氣開始轉涼了 你就可以喝一些有備活的 可能是洞底烏龍或是鐵觀音來暖身 至於什麼時間喝什麼茶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有趣的順口流 就是晨起烏龍好暖胃 午後醒腦碧羅春晚來香片少刺激 日日普爾去有你 他就很清楚的跟我們說 我們什麼樣的時間點可以適合喝什麼樣的茶 那你有什麼印象比較深刻的茶席嗎 我印象最深刻的茶席就是 我跟我先生的婚禮茶席 我們在餐廳的庭院裡 布了一席茶席 然後親自迎接我們的客人 然後為我們的冰殼鳳茶 我覺得是一個很溫馨的茶席 其實茶它是很融入我們的生活 不管什麼樣的情境或是心情 我們都可以以一席茶來呈現 那像今天呢我想要呈現的是一個春天的意境 那春天在五行來講呢 的代表色是綠色 所以我用的是綠色的洗方 那因為這兩天的天氣比較寒冷 所以我選擇的茶品是洞底烏龍 它是帶有備活的 然後可以溫暖我們的客人的身體 還有心靈 那最後還有我們很點綴的這個小品花 因為不同的季節 我們可以賞不同的花 像春藍、夏合、秋菊跟東梅 所以春天其實是屬於蘭花的季節 那我就使用了文心蘭 還有蘭草來做點綴 那就希望可以給客人們一個 很有春天來到的感覺 那如果我們想要體驗茶席的話 有什麼樣的課程做我們可以參加 其實白草有常態性的茶課可以提供給大家 我們就是包含茶葉的入門 然後茶席的搭配 還有怎麼樣泡茶認識茶葉 就是會帶大家從提出開始認識茶 那或是呢你想要體驗茶席的話 我們也有預約制的茶席體驗 那歡迎大家來找我們喝茶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